才刚刚下飞机 陈这边总统却在警车的开道下 直接前往蒋夫人生前寓所道宴 陈总统还带来国旗一面 以及包扬令表彰蒋夫人对国家的贡献 结束了十分钟的会面 陈总统不出寓所时 还出人意料地发表简短谈话 这是我第一次 以总统的身份 由我的所踪 来颁发中华民国的国旗 及包扬令 当然也象征代表了政府和人民 对于蒋夫人的过世 我们的不舍 对于陈总统一下飞机随机前来探视 并亲自制政国旗 家属们表示 这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项肯定以及荣誉 我们在此对大家表达最深的谢意 谢谢大家 陈日本总统今天在夫人寓所外 对媒体的谈话 也可以说是我高层过境防务 美国的一项重大突破 而这也证实 美方正逐渐放宽以往的许多限制 华新宁欢愈 美国的约采访报道 以上 感估到内容 由码uffy 先进 这是总统首次过近美国 打破台内 双方的行程 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